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瑞秀房里 先生为何不下我的秀药呢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也不知道王文这块睡觉没有 我去瞧瞧 这么怕我做什么 以后离如来远点儿 你有什么资格来吩咐我 说起来 比起令如兰那种寡淡无趣的 还是你这样的更有意思 我可以放过她 但总得淘点利息 快点 走 这烧好的丝绸 都被你弄地上了 默默问我 我可担待不起 走 跟我去见默默去 你们俩在做什么 高小娘子说 屋里的床单脏了 我正准备送新的去 结果被他弄脏了 谁让你给他送丝绸的 拿回去 换麻布的回来 可之前我都是 之前是之前 让你换你就换 费什么话 为什么他只能用麻布的 先生的吩咐 还轮不到你来过问 都什么时辰了 赶紧回屋去 走 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為什麼我的床單是麻布的 是哪一天換的 是雨先生那一夜之後換的嗎 你不用聽外人 將她說得如何如何好 不過是教授我們秀矣的人罷了 但學成歸去 便與此人再無瓜葛了 可是整個懷州府 誰不承擔先生一生啊 人云亦云 他們如何知道 吳林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你記著 這世間本就有事 並非如你所想 如你所願 且無太過清晰 為何每次提到先生 你總是這樣嚴肅 你是不是對他有什麼成績 我記得剛入學那會兒 咱們用的都是白色絲綢床單 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就換成麻布的了 你還記得是從何時開始的嗎 是嗎 不記得了 恐怕是絲綢太昂貴 總不好常用 摸摸便索性換了 那為何有的姑娘用的是麻布的 有的姑娘房裡 還是用的絲綢的呢 一個床單而已 有什麼都不打緊吧 有什麼都不打緊吧